咱们来看看这个指甲啊 换一下洗手 根部 这个处理起来的话 咱们就从哪边开始 这个根部有一点啊 这个洗手 这个地方包了一点 咱们先处理这边 贴着这个子缝下去啊 修理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咱们先把这个前面这节啊 因为它从中间断层了 特别细 这个小根 小根 小根拿出来 扣小根的时候啊 尽量慢一点 用手机感觉 感觉差不多到根部了 慢慢的轻轻的往上一跳 轻轻的跳啊 这个比较小 哎 看到已经起跳了 就差不多 轻轻一转 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就 能减少 咱们扣破的几率 咱们下刀的时候 贴着这个子缝啊 这个颜色是白色的 这个中间是看了 红色白色一条线 咱们贴着这个白色的下去啊 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自己了 这也是根部啊 其实中间这个地方非常细的一条 非常容易断 这种的话一般都 味道都比较大 到根部了 到根部的时候 轻轻往上调啊 轻轻的 试探型的 因为里面咱们看不着 完全拼手感 不要太操之过急 基本上差不多到根了啊 这根是比较深的 轻轻的一条 味特别大 出来 轻轻的啊 不要追求什么一刀出 一刀出的话 腾动感还是来自于 顾客 完美